哎呦 这响的怎么这么重 快来帮我 大人你去 我游戏还没打完 我奶奶来帮你 就知道玩游戏 我怎么有你这种梦式的孙子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烦人的奶奶呢 你 第二天 听说你奶奶晕倒了 他年纪这么大了 会不会 你别瞎说 我才没有乱说 我妈妈说人都会死的 不过到时候 你奶奶的小金库 还有这个小麦布 就都是你的了 真的吗 可不是嘛 但是大鸭现在这么懂事 万一你奶奶想把钱都留给他 以后你就是个穷暴蛋了 什么 这可不行 王奶奶你渴了吧 我去给你烧炎热水 不用 奶奶快坐 这是我刚刚给你泡的茶 你快喝吧 是你还用游戏 烫烫 蘑菇糖 你怎么能这样喂水呢 要你多嘴 没事 我大孙子一片小心 黄奶奶 最近看你老师揉肩膀 我给你捏捏吧 奶奶 我知道你有老寒腿 我这里给你捏捏 今天我老骨头都断了 我看到骨头都睡了 黄奶奶 我说你送上了诊所 你又不是我奶奶的亲父女啊 奶奶 我送你去 你的遗嘱上 一定要把钱都留给我 小妈 原来你这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你看我不打的你买笔肘呀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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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能收到像我这样的手张套装 翠花 家长们都在朱老师办公室呢 你妈妈怎么没来开家长会啊 她妈妈是傻子 来不了 不过你爸爸怎么也不来 你不会没有爸爸吧 好了别吵了 这是咱们这次的英语试卷 又没及格 翠花 你英语怎么才够了15分比我还少 你妈妈是个傻子 你不会也是个傻子吧 我考多少分关你们手势啊 怎么不关我事了 我才不要和傻子做同学呢 还哭起来了 这人真不识的 今天那个傻子翠花怎么没来上学啊 翠花上学打工去了 什么 翠花她爸爸外出打工初一般去世了 她妈妈生病了手脚不方便 你们天天就知道欺负她 我也不是故意的 她英语考的爹你们也消化她 她家条件不好之前从没有学过英语啊 难免更不上学习进度 人家其他科目考的都很好 你们咋不说 和你们做同学真丢人 小妹都赖你 最开始是你先说的 哎呦 我的什么这么抽筋力啊 难道是鼠鸭最先鼠的吗 鼠鸭最先鼠的手抽筋 好羡慕啊 那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也有很多鸭最先 而且还有人送我机器狗的新年礼物呢 好可爱啊 这是在哪买的 这是我亲戚在抖鱼商城买的 现在新人下单还能力竭五元 直接点击评论区电阶 或者左滑进入抖鱼商城 点击秒杀频道 吃能用的都是几块钱包有 那我也去看看 我也有新年礼物 亲戚送到我家半天的东西 是一辈子都吃不完 啊 我怎么没看到那么多 你闭嘴 这时候我可不能让小妹看扁了我 说谎不打调稿 新的一年蘑菇头还是这么爱吹牛 哎呦 蘑菇头 朱老师说自我一样诚实 哦 我不讨你吹牛 撒谎的人鼻子会变成 我才没有撒谎 我说的是实话 这是我的十万块压醉钱 我都给带来了 我去 真有这么多啊 我就是吹牛子钱最多吧 上官号称啊 你别碰我啊 比不过 我妈妈只是带我去欧洲旅游了一趟 顺便填了我一张一百万额度的银号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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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从欧洲带回来的明信片 你们要吗 好漂亮啊 上官号称同学 我能把这些明信片也分一些给我的粉丝吗 可以啊 我家还有很多 他们去评论区点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了 哎 我准备捅到以后的十万块钱怎么不见了 蒙古头你给我出来 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我辛辛苦苦挣一年的钱你都敢偷 天天都别人比家最钱 你学生意的都不让逼你了 我们明天还能见到完整的蒙古头吗 哎 做人还得务实 我还是刷套卷子吧 千万不能盲目堪比 一百就是一百 一千就是一千 你们过年有多少压醉钱 当然你给我出去 吃晚饭之前不准回来 别打扰我们看豆河苍穹 可是这动漫我也想看 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不行 这是会员才能看的动漫 很贵的 除非 除非把你的压醉钱拿出来 我们就勉为其难的让你看一集怎么样 就是就是 听说冬美衣给了你一千块压醉钱呢 考虑一下吧 你们心也太黑了 我还是不看好了 你 快给我滚 哎 哎 活骨头 你们在干嘛 东美衣没干嘛 呃 大家我们喊你看动画片 你坐地上干嘛 就是呀 快起来吧 地上脏 哈 少再着追眼说瞎话 我都看到了 大家我们走啊 别理他们 可是东美衣 王家村的小朋友还想让我画一个美渡山女王呢 大家你又要吹牛了吧 你会画美渡山女王 就是就是 要画也是我们来画 你都没看过几节 我相信大家肯定能画好的 不服气的话你们和他比一场怎么样 好啊 比就比 虽然这部动漫没看过几集 但是美渡山女王绝美的容貌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再把它画成可爱的Q版 小朋友们肯定喜欢啊 美渡山女王可千万不能随便画 我今天就拿出绘画补习班毕生所学 一定能把大家比下去啊 又到了我摩头发挥的时刻了 这种繁高的抽象画法 整个王家村除了我 还有谁 我画好了 我大孙子画的真好看 这红包是奖励给你的 妈 你说了怎么能算呢 咱们还是找王家村的小朋友来评比吧 魔不疼 你说我春游穿春套怎么样 好好看啊 我奶奶也特意给我准备了一顶春游的新帽子 大家 你春游有啥新装备啊 我没有新衣服 要不我给你们做个便当吧 你这种三样有那么多便当盒吗 这些便当盒都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 现在现任下单还能绿捡五元 直接点击停留初恋街 或者走华进入抖音商城 点击秒刷频道 适当用的都是几块钱包邮 明天穿好看你 别跟我出去丢人就行了 可是朱老师说了 穿游最重要的是体验春天的变化 不一定要穿的好看 没有新衣服还叫什么穿游 你怎么别担我衣服的主意 蘑菇桃咱们出去玩 我才不会呢 The next day 吹牛你就一个人再加油吧 蘑菇桃你准备好了吗 哎 你在干嘛 小梅说了不想和你一起穿以后 看到你就烦 大家排好队一次上车哈 人都骑了班长呢 不知道啊估计是睡过头了吧 不可能班长从来不是懒笑的 哎 生活好沉 班长你怎么被锁在里边了 蘑菇桃小梅嫌弃我没新衣服 快丢他们的人 我早就猜到有猫腻 班长快把这套桃花屋的汉服穿上 时间还来得及 不能让他们看别了你 谢谢您好乘同学 对了我还有很多粉丝马上也要穿油了 我能把这套桃花屋的汉服也分享给我的粉丝吗 没问题他们像我这样打开评论 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了 哇塞 这是哪个班的同学啊 周老师 我们快走吧 大雅 我来帮你拿东西吧 大雅 你怎么会有桃花屋的春装汉服呀 这可是所有爱穿汉服女士的梦啊 这是我送给班长的 你们不是嫌她穿的丑气负她吗 我们那是和她闹着玩呢 大雅 我这件汉服太小了 你个子矮 等我上车了 我把这件衣服给你换一下行不行啊 上官后生 你说我要不要当小梅 对不起啊